朋友们接着来唠唠泰国和沙特两个国家之间的世仇 很多人可能有点懵 听起来好像是巴该是打不着的两个国家 这事还是从1989年说起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偷引发了两国长达30多年的冷战 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冻结 一直到去年才恢复 大家都知道这富的流游的沙特需要很多外籍劳工 那个年代就有很多泰国人跑到那去打工 这其中就有一个叫做江克莱泰查蒙的人 他运气不错 在当时沙特国王的长子家里边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这王子的工里边有四个保险柜 但是有三个平时都不上锁 也不能怪人家王子心大 因为偷盗的沙特是重罪 被逮到是要砍手砍脚的 所以也没人敢动着歪行子 不过从泰国来的江克莱就不一样了 他那会儿天天都快被赌债逼疯了 在家上每天上班都能看到那么多闪瞎眼的珠宝 心痒都不行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趁着王子带着媳妇出门度假的工作 这个小子从保险柜里边偷走了 60斤的珠宝价值2000多万美金 这其中还有沙特王室的一个传家宝 一枚重达50克拉的蓝钻石 比泰卡尼号海洋之星都大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江克莱脱完以后 还把这颇天的富贵成功从沙特带回了泰国 又还是物由脱运 全程顺利的都不行 要说他这辈子的运气都正用在这上头了 另一边王子一回宫 发现家被偷了 传家宝都没了 你能想象他那个脸色 那查出来是清洁工江克莱干的之后 沙特王室赶紧通知了泰国警方 到了1990年1月 这件事已经被当成了外交事件 搬到了台面上 接到报案之后 泰国官方还是挺重视的 没多久就把江克莱给抓捕回样了 江克莱交代说 回国之后 为了尽快的销赃变现 好些个珠宝都被他用特别低廉的价格卖出去了 其中很多大头都被当时泰国的大珠宝商桑迪给收购了 知道东西的去向 泰国警方很快就追回了大批的珠宝 就咱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 这堆的它都只是冰山一角 案子成功告破 按理说本是个高兴的事 但是谁能想到 沙特那边收到这个归还的货一查 好家伙 这环环的珠宝不光少了80% 剩下那些大部分竟然还都是假货 关键是 他们最关心的传家宝物是克拉的蓝钻 连个影子都没有 于此同时 泰国当地的媒体圈又开始传这么一个瓜 就有记转的 看到很多泰国官员 特别是警察高层的棋子们 在此上活动上佩戴完与沙特 丢的那堆珠宝特别相似的手势 我只能说 这伤害性很大 侮辱性的是更强 这操作放到全世界 乃至全宇宙都相当炸裂 你说沙特王是瞅着这一对假货 在听到这种消息 你说是不是快气疯了 到这一步只要不傻都知道怎么回事 沙特王是那边干脆自己调查 反正明天按着多行动 专门往泰国那边派了三名的外交官 还找了一些所谓的沙特商人 去泰国做生意 两条线都这么并行的查 可是谁能想到 不到一个月时间 三名外交官的大街上被人枪杀了 沙特商人也莫名失踪 本来是简单的珠宝失签 一下子变成了凶杀命 这个结果直接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 沙特王是直接撕破脸了 公开表示是泰国高层贪污了那堆珠宝 最后迫于压力 泰国还是象征性的招了俩人 一个是我前面提的那个大珠宝商桑迪 警方说是他以假冲真的 但是不久之后 桑迪的妻子孩 儿子的曼谷郊外被绑架灭口了 那抓完桑迪的警方又抓了 当年负责珠宝失签案 调查的那个警察局长 泰国官方就解释说 是这个局长吞了那笔珠宝 桑迪其他人的绑架案 也是他策划的 就是为了也干真相 这一解释啊 别说沙特王氏了 我都没法接受 那沙特也不是吃醋的 直接把两国关系 变成了代办级别 和泰国老死不相往来了 也把在当地打工的 二十多万泰国人 差不多都撵走了 经理上更不用说了 一切贸易暂停 直接让泰国损失了 一百多亿的外汇 最后我就想跟大家 到了那颗失踪的蓝钻 因为这是当年特别轰动 被媒体称之为蓝钻事件 那至于这宝石 到底最后去哪了 流传最广的呢 是说到了这个 泰国势力级往后的手上 不过沙特王氏的传家宝 这枚蓝钻的照片 他们也从来没有公开过 所以有传言 他到了势力级手上之后 被贴割 重新打造成了不同的手势 以上这些呢 这是坊间猜测 咱就当个花式这就行了 至于那个始作俑者姜克莱 人家断了两年半 监狱就出来了 人家命是真好 赶上了大赦 2016年姜克莱出家当了和尚 还给自己起了个法号 翻译过来呢 叫如钻石般坚硬的人 这名我怎么听 都觉得毫无讽刺